小時候媽媽帶我看過天安門 紅牆壁瓦威額的象征 煙火綻放時心中已沸騰 眼眶也慢慢濕潤 多年後再次駐足望著天安門 歲月仍然已長大成人 學會了感恩 找回了通證 想起了遠去的歌聲 啊 天安門 哭在我的心中 啊 天安門 啊 天安門 我愛天安門 我愛天安門 大成哥 我爸做完這手術 我就打算帶他回老家來 再也不回來了 那好啊 那我就把飯館給賣了 那隨便你 反正那餐館是你家的 高興怎麼說話呢 就是你去去去 那薩薩也是一片好意 剛才那薩薩都跟我說了 說薩薩 薩薩 你怎麼回事啊 你要氣死我呀 薩薩真是一片好意 剛才跟我說 說無論到什麼時候 這飯館都是你常高興的 你趕緊把他追回來 我不去 你去不去 我不去 常高興 你還認不認我這個了 我認 對 他說不能去 這裡有五十萬定金 事成之後剩下的一百五十萬 會打到你的賬戶上 反正你有加拿大綠卡 孩子又在加拿大上學 中國和加拿大之間 是沒有印度協議的 你孩子上學需要錢 而這些錢 足夠讓你們生活的 怎樣 你看還有什麼需要補充的 我再看看 進 尤總 路總 馮總的錢已經打到我們 共管賬號上 這麼快 來來來坐 這合同還沒有正式簽呢 是銀行本票 等合同正式簽完了 才能生效 你查過沒有 他們的賬號上有錢嗎 我查過了有錢 不會挑票 看來馮總真的想和我們聯手啊 牛總那你看我們該怎麼辦 合同正簽的是對等投資 他的錢到了 按理說我們也該到 董事會已經通過了 合同隨時簽 但我總想再按一下 等到本票生效以後 我們再投進去 那我們就得修改協議 是嗎 牛總的律師是不會同意的 又得耽誤時間 我們賬上還有多少錢 我們三個樓盤的預售和後備資金 一共有一億零五十萬 小雪 你覺得馮總還會耍什麼花招嗎 這個 周山北會的家族企業在日本製造業裡很有名望 後期他們轉型做了投行 這幾年的業績非常好 我們已經核查 他們公司近三年的財務狀況 沒有發現問題 好 蓋 告訴馮總 明兒跟她簽政治合同 爸你多少得吃點啊 醫生說你要做手術 這身體不好咋做手術啊 你總得聽醫生的吧 來來來 要不來我跟你說 這包子可好吃了 動輸特別好吃 馬主席說了 人固有一死 或住於泰山或情於紅毛 我死的就是個紅毛 可我這根紅毛啊 就是落 也要落在自己的家裡 帶我回家 不回家我就不吃 你父親絕食可是不行啊 你父親絕食可是不行啊 一旦有了合適的肾源 我們必須馬上安排手術 如果病人的身體呢 經受不了手術的話 我們就沒有辦法了 必須找到他絕食的原因 說服他 醫生 我父親前兩天好好的 突然就不吃飯了 他就是怕花錢 這我們就沒有辦法了 必須病人家屬努力說服他 而且啊我們醫院的床位 非常緊張 如果他還是絕食的話 只能請他出院了 醫生我們說服他 肯定能說服他 你的肾啊 不適合給你父親做移植 你還得考慮 是不是要排隊等肾源 怎麼可能呢 我是他親兒子 怎麼可能肾不合適 這種情況 也是很多的 父子親人之間 也是有很大差異的 請你盡快決定 我們好進入程序 我們決定好了 換 爸您喝點粥 您就別耍小孩子脾氣了 這是跟誰生氣了 是不是常高興惹您了 我一會兒說他去 再說了人是鐵飯是鋼 咱還得養病呢 來吃點 來 撒撒給我吧 你別老端著了 我說啊 能不能給撒撒個面啊 好不好來 喝點粥 送我回家 我要回家 爸這病治不好啊 不能回去 您得讓我們這些小輩好做呀 要不然您就這麼回去了 外面人得怎麼看我們呀 怎麼看我這個兒媳婦啊 你不是兒媳婦了 不要再騙個了 你說你這真是老糊塗了 這薩薩跟高興啊 馬上就要復婚了 你這是說的傻話呀 你咋來了 你爸現在不吃東西 絕食啊 這樣下去手術沒法做呀 我爸這手術暫時做不了了 我的身不合適 我就想先帶我爸回老家 先等著 那怎麼行啊 你胡說什麼的 哪兒的醫療水平 能趕得上北京啊 再說了你爸現在經不起折騰 也不能折騰啊 就在這兒等不能回去 他不吃飯根本就沒法手術 那就想辦法 有啥辦法 總不能把嘴竅給往裡餵吧 也不知道我爸這是砸了 突然就絕食了 他就是心裡有事 能有啥事 就是因為錢唄 他正是想讓咱倆復婚 逼著咱倆復婚呢 就是這樣 那我跟著帶他回去了 我說成高興 你怎麼能想的 你這是要逼死你爸啊 你明知道他為什麼絕食 你還帶他回去 我能有什麼辦法 復婚呀現在就去 不行我說了不行 你還別不願意啊我告訴你 我這是救人哪 等你爸病好了咱倆再去離 我說了不行就是不行 結婚離婚再結婚再離婚 這是幹什麼呢 經受不起了 以後我們家的事 你就別管了 好好去接你的婚 真的 媽媽什麼事兒 大哥 奶奶來看長高興他爸來了 我們到門口了啊 好我知道了 高興 奶奶 奶奶 奶奶你這大歲了還不來啊 好點兒 坐著 好的 好好好 你看看 爸我來吧給我 給我 媽 你學你 坐坐 坐 你們先到外面等會兒 我跟高興他爸說話 好好好 好 那我們先出去 來 奶奶奶 你這大歲數來看我 我呆呆不起啊 你今年六十幾了 六十六 我八十二 比你大十六歲 按老輩子的規矩 我應該是你娘那邊的人哪 對對了 我媽生我的時候就是十六 聽說你絕食了 為什麼呀 別難過 再慢慢做高興他爸的鼓措 其實病人都這樣 他心裏沒底他就往壞處想 很正常 你看啊 我覺得吧這換腎也沒那麼可怕 我們單位那個老秦 秦德水啊 對 換了有有將近二十年了 有了 沒事好人一個呀 上禮拜還跟我下象棋呢 還讓這小子給贏了 我想這是六萬花名又一村 是吧 對對 謝謝啊 你看你們這還都跑來了 我跟你說呀 這高興他爸來北京啊 他不是為了治病 他呀就是想 看著他倆呀 能趕緊把婚婦了 他說也要這樣啊 他死就病了 想看病 想看病 我憑你絕食 不敢當不敢當了 奶奶你這是要折殺我了吧 你不吃我也不吃 咱們就這麼坐著 咱們就這麼坐著 奶奶 我活了八十多了 我夠了 你才六十幾歲呢 你還得活 我這老命就跟你耗了 奶奶你這是怎麼弄 我以後咋做人了嘛 那你這樣 讓小輩們怎麼做人呢 我說的話呀都算數 你一天不吃 我就陪著你餓一天 奶奶你這是幹事了吧 那除非你告訴我 你為什麼絕食 如果你把我當長輩 那就說出來 奶奶你讓我咋說了嗎 我是活著沒指望了 高興和薩薩合著伙地騙我 她們根本就付不了婚 這跟薩薩馬上就要和別人結婚了 你這些事情我知道 我都知道啊 就為這 我還以為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呢 這就至於你不要自己的命了 你是想威脅他們付婚 是不是啊 那也不是了 奶奶 我知道 你這個事情是勉強不得的 人家薩薩不同意 我咋能填破人家呢 對不對 既然這兩個娃娃 付不了婚了 可我這次來 我就是為這個事情來的呀 你現在兩個娃娃付不了婚 我還在北京幹生了 我還治我這病幹生了 倆娃付不了婚 我這病治好了 又能咋樣啊 胡話 你的病和她們的事有什麼關係啊 你這樣啊 就把高興徹底地給害了 你把高興帶回去了 那高興和薩薩的事就徹底地完了 你這是把自己的孩子耽誤了 你真糊塗啊真糊塗 我們做老輩的 是不是希望看著孩子們好呢 是啊是啊 那高興是在北京好呢 還是跟著你回去過日子好 那當然是留在北京好了嘛 我沒讓她跟我回嘛 對吧 我是想著我死了她就無恰無患了吧 胡叔你死了 她就一輩子地後悔了 你不知道她是什麼樣的人 重情義啊 你覺得你沒有希望啊 你就想死了 你知道你留給她的是什麼嗎 是一輩子的陰影 是一輩子她覺得對不起你 常思遠 你不是個好爹 我陪著你絕食不值得 你愛吃不吃 愛吃不吃 你想死 沒有誰能攔著你 可是 你這樣的死法 我瞧不起你 怎麼了 我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 在這兒求你了 你好好的治病 治好了回家 沒準還能抱孫子 我的話都說了 聽不聽在你 聽不聽在你 想想 我們走 你慢點兒吧 還有吧 還有吧 要多少都有 但您不能這麼吃啊 醫生說 您得注意著點 您別撐著 好嗎 你這真是 你你這慢點兒 你把它嚼爛了 嚼爛了再把它咽下去 你這肚子都空了好幾天了 你說你這鬧的是哪出啊 這還是奶奶說話管用 高教 咱們說好了 我答應你手術 可你必須答應我留在北京 也不許回家 爸 我得回家照顧您呢 不用不用不用 你爸有我呢 你呀照顧薩薩就行 沒有薩薩的事情 你要是答應我留在北京 我就答應你手術 要不我現在就回家 答應答應 都答應啊爸 答應了答應了趕緊 答應了 嚼爛了 嗯 谢谢 你和萨特就这么算了 算了 就这么心甘情愿地 把自己喜欢的女人 让给别人了 心甘情愿的 口是心非 我真想抽你一顿 来 来 我让你抽 你以为我不敢打你啊 你跟朱小雪就这么着了 就这么着了呗 非得离 名存实亡的婚姻 不要也罢 我们俩啊 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是我爸关系想得太天真了 大哥 听我说实话 老爸 你要是收收心 你俩还有可能 真的 高兴啊 现在不是收不收心的事 小雪要去美国 她要移民 我离不开北京 也离不开胡同 更离不开这帮朋友 大不同不相为谋 就这么着吧 我知道 你现在 心里苦 难受 这是咱俩说啊 不难受是瞎话 但怎么办呀 难受也得忍着 其实你仔细想想啊 我这些年其实干什么了 什么正经事都没干 其实也挺对不起家里的 也挺对不起小雪的 这三万块钱你拿着 这干 干吗呀 这我不能要 什么呀这是 嫌少是吗 我自己的爹 我自己想办法 这拿别人钱我拿着干吗呀 高兴 你说前几年你也没少帮我 我现在就这能力 我要有啊 我就多给你点 别嫌少 拿着 大哥这钱我不能要 一家人不说两句话 我跟萨子虽然离婚了 但你还是我大哥 不都拿着 求你个事 说 带我去看看 去看看天安呗 小时候妈妈 带我看过天安门 走 红墙壁瓦为恶登上帐 烟火绽放时 心中已沸腾 眼眶也慢慢誓愿 我看这朋友圈里头 有人发说这个 每天吃一个苹果 对身体特别地好 待会儿啊 买点苹果吧 我跟你说啊 亮亮是越来越不听话了 我让她去找采云去 她光打了也不下雨 说现在忙 等到清闲的时候再去 你也是 最近也不露面了 也不知道去干什么去了 我这不是出趟远门吗 昨天才回来 去哪儿了 去了趟四川 你去四川了 你不跟我说一声 你去下采云家 去看看她是不是回家了 你说这事吧 我今天还真有个事 要认真地问问你 你得老实地回答我 老张 你别说了 我的事情 必须等亮亮的事情烙听了 才有心思考虑 你 你笑什么 你说的不是我想的事 说是也是 说不是也不是 既然你提到这儿了 那那那我就问问你 是不是亮子的事烙听了 咱的事就有希望了 咱的事好说 现在是解决亮子的问题 她一直这么担着下去 我的心就落不了地啊 她都快四十了 那这顾采云给你当儿媳妇 你是真心地喜欢吗 喜欢 确定 确定 确定以及肯定 那行 你去买点苹果 我打个电话 你搞得这么神神灵灵 来 老板 尝点苹果吧 好嘞 老张 你再跟我打雅弥 我就跟你急了啊 来来来 人哪 来来来 阿姨 采云 你回来了 回来了 你这孩子不声不响地就走了 可把我急坏了 阿姨 我回家了 小亮 叫奶奶 奶奶好 这是 我儿子 小亮 你儿子 是他手养的 是个鬼 小亮 跟奶奶出去玩啊 张所长 记得了 早 好好玩啊 小亮 乖啊 老张 你还跟我玩心眼啊 是你去把采云找回来的吧 这个 这个 洪亮不是忙吗 坐坐坐 你这个想她这个 想的又是吃不下睡不着的 我退休了 反正没事我就跑一趟 巧了 还真让我找出来 你是回家 为了收养孩子 不是要离开我们家 对吗 我原本不打算回来的 是张所长去老家 把我给劝回来的 这跟我没关系啊 我只是坚定了她 回这个家的信心 老王 这采云去收养一个 这么可爱的孩子 你知道什么意思吧 我知道 知道 你是为了洪亮 为了我儿子 谢谢你孩子 谢谢 谢谢 那你说 我该怎么办 将心比心 人家顾采云为了你 都肯去领养孩子了 你还想怎么着啊 去吧 可我心里还是不踏实 我告诉你啊 张所长可是为了你 跑去四川 把顾采云给找回来了 人家顾采云也是为了你 领养个孩子当儿子 你要是再扯你那套 真没劲了啊 再说了 你妈现在都离不开 顾采云了 这多难得呀 你这也算是忠孝两全了 你要是再矫情啊 我都不答应了 被你这弥骂 心情倒是好多了 想要找妈随时奉陪 不过洪亮 你还是别伤人家 顾采云的心了啊 一而再再而三的 一个女人能为了你这样 不容易 行 知道了 知道还不快滚啊 滚了 梅沙 那你和高姓 没戏了 没戏了 以前奶奶跟我说啊 这两个好人在一起过日子 未必就是好上加好 得有缘分 还得般配 以前我不信这话 现在我算是信了 我觉得你跟顾采云吧 就挺般配的 也挺有缘 你就踏踏失去吧 等着喝你喜酒啊 行 准备包好大红包啊 好 喝点 你把银子打滚 等一下 我 Lonnie 这个瓶子 你说她尹 你一切 你不要 去哪里 不在哪里 你们考虑 回来啦 我从四川老家 给你带来了几个菜 特别好吃 一会儿就给你做上 我还给你带了 你喜欢喝的绿茶 已经泡好了 不得喝去吧 你不对啊 就这么抛下 我们孤儿寡母走了 这心也太狠了 我这不回来了吗 不许走了啊 不走了 我就把这儿当家了 我啊 明明在这儿当 一辈子的保姆 我要是不同意呢 我不同意你做朋友 要做就做主人 做这个家的儿媳妇 你愿意吗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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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芸妈妈哭了 是叔叔欺负她了吗 晓亮 你过去 你管洪亮叔父 叫洪亮爸爸 彩芸妈妈就高兴了 快去快去 我去看看你这当奶奶呢 我愿意 洪亮爸爸 晓亮 晓亮 我愿意 对吧 我愿意 你应该不做 我也要听几位 你也要做个银子 我愿意 你也要做个银子 你也要做个银子 你也要做这个银子 你也要做什么银子 你也要为你 你想就能地 烤串你就不能换个地儿吃饭吗 就是 哥 冯大拉门在呢 你这不让冯老板痛快地花钱 你还是他哥们儿吗 萨萨 你不挤得我下不去酒是不是 这个呀 是咱们小时候经常出没的地儿 这叫情怀 你打住啊 这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出现的地方 是你经常出没的地方 去 但是说实话 这地儿确实挺怀念的 我哥说的一点毛也没有啊 怎么着 要不咱换一好点儿地儿 得了吧 都吃上了 现在你的钱呀 又有小雪的一半 我还心疼呢 是不是小雪 咱可说好了啊 今儿只谈友情不谈工作 要聊工作去别地儿呢 换什么地儿啊 你没工作可以不谈 别别别别 别说这么了啊 小雪 那个 我哥说得对 咱们啊 都把手机搁这儿 谁 谁也别接电话 我 我第一个 而且人家 靳松不是还有一个这户外店的吗 人家没吃软饭啊 是啊 她那店到现在 一毛钱利润我都没看见 这可是生意啊 鼻子 咱那哪儿叫户外店呀 要称此叫一小缩吧 人朱总做的是上市公司 咱能比吗 行行行 你也差不多得了 来 来 我们得静长高兴一杯 静老爷子终于可以做手术了 祝他身体健康 对对对 手术分立啊 我说两句啊 小雪 你是我妹妹 沈松是我哥 哥 萨子算是我妹妹 高兴那就是前妹夫 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们这干吗呀 这么好的日子 咱不能好好过是吗 非得在这儿抓鞋列子 你说 咱们哥里面这都多少年了 现在咱都什么岁数了 今儿还能聚情 在这儿好好吃顿饭 喝顿酒 就非得拽鞋列子 算我求你们了 行吗 咱今儿好好吃顿饭 喝顿酒 别拽鞋列子了 行吗 甭鼻子收入队啊 朱小雪 户外店你能给我拿钱 这些年算你帮了我一把 我谢谢你 但是我告诉你 我李正森绝对不是吃软饭的人 这些年我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我也谢谢你 你要做什么决定啊 我都听见了 小雪 我哥难得服个软 你就别查他了 行吧 我都听见了 高兴 我敬你 冲你这份孝心 得敬你 但是 没有但是 喝吧 喝 我带我爸做完手术 就想先回老家了 就想先回老家了 这以后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看到你们 在胡同那些日子 你们对我咋样 我心里都知道 这几年我心里都有数 回老家了 我也忘不掉你们 我都记着了 我以为忘不掉你们 之前如果在胡同里 做了什么让你们觉得 不舒服 难受的地方 我跟你们道个歉 行了 高兴 你说什么呢 站着喝不算 坐坐坐坐坐 坐坐坐 高兴啊 那个 咱话都说到这儿了 不就是你爸要换个肾吗 需要多少钱 我缝鼻子 买鼻子 这钱就让高兴自己出吧 我跟仨子 我们回家都商量好了 等老爷子出院呢 愿意在北京家里住 住在家里住 愿意回老家就回老家 随你 哥 甭跟我商量 以后他的事我可不管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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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没事啊 高兴 回头我从日本 找人给你弄点药来 那康复的药 保证好得快 我说你这从手术费 到给人家买药 你这钱差得有点多吧 小学 萨子刚才说的没毛病 你是我妹妹 我的钱就是你的钱 再说了 咱也别挡着高兴 进这份孝心啊 是吧 高兴愿意怎么高兴来 就怎么来吧 这 怎么高兴怎么来吧 我还是 就想回老家了 行 不回去你就是孙子 我说你们喝不喝酒啊 瞧瞧我们家李亲孙 那才叫真爷们 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 拿得起 放得下 是吧 来 为朱小雪的 拿得起 放得下 咱们喝一个 行了 行了 别多说了 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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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妈 妈 瞧瞧瞧 她呀长得真像那小时候 妈 小亮怎么能像我呢 真是呀 人家说了 这小孩长相会变的 他要是跟谁一起长大 就会长得像谁 他跟我们家人一起长大 将来也一定会像我们家 得 您这回啊 算是有事干了 找我孙子我愿意 又是个男孩 不过彩云是费了很大劲 才把他领回来的 张所长还送了宝 你们必须正式结婚了 才能够正式开始舒缓这个孩子 明天继续登记啊 妈 哪有您这么着急的呀 四川那边说了 一个月呢 行 我去 我怎么感觉彩云 带着小亮回来以后 我这大儿子地位不保呢 不行 得有危机感 你说对了 现在在我心里呢 小亮第一 彩云第二 你第三 做好服务就可以了 别别别 妈 我是您亲生的吗 逗你呢 来来来 你这妈心里 永远是第一的 抱抱 妈 这彩云帮了咱们家这么多忙 咱们得好好地待她 您别高兴劲过去了 就摆住婆婆的架子 行吗 婆婆就是婆婆 不用买架子也在 妈 您看你 阿姨 您该洗脚了 这活以后啊 让红娘来 你就照顾好小亮就可以了 听到了吗 那可不行 这活还是我来干吗 她也该伺候伺候我了 也给小亮做个榜样 将来让小亮 也这么伺候你们 得嘞 这活以后我来干 我去给您打水去 行 蔡云 这是咱们家的全部家当 我现在把它交给你 别别别阿姨 我这个真的不能要 你拿着 我现在也该交权了 你是我儿媳妇了 长家的事就交给你了 明天继续跟红娘登记结婚 改口叫妈 嗯 妈 快起来 孩子 快起来 你 记住了吗 怎么回事啊这是 没事 没事 刚做完 医生 很成功 如果三个月内 没有出现排斥现象 就算渡过难关了 谢谢 谢谢 太好了 高兴 妈 妈 手术很成功 放心吧 我知道 咱过了观察期就回家 谢谢啊 谢谢啊 慢走啊 嫂子 别忙活了 我就是回来看看 你父亲做手术 我和大赵也没能去看看 这饭馆和车行啊 离不开人 来 账本你过去 嫂子 你累了 闭会眼歇歇 我给你捏 使不得 嫂子 我已经不是 这饭馆是你的 我们就是暂时帮你看着 嫂子 我要回家了 说我养我的地方叫北京 哭过笑过的地方叫北京 玩过闹过的地方叫北京 走过的路过的这里是北京 有逢自远方来先摆上一桌 这叫街风 您要是真都意思 这杯可得喝干净 有灵有面 这个是咱的一贯作风 舍着天南地北的国家大事 其实就是助兴 手头再紧也不会当着外人面乎穷 死要面子活受罪也不是哥谁都行 不打不成交 这儿的人吃软不吃硬 甭来虚子 要来就来实打实的交情 逼头不见抬头见问一声吃了吗您 说两句可惜话 紧接着回见了您呗 大杂院里吃百家饭 远亲譬如沁林 开玩笑的指腹 为婚居然弄假成真 柴米油烟酱醋茶 不紧不慢的日子 酸甜苦辣 家家有本心再难也念着 如今楼道里还摆着当年的自行车 谁也没有忘了曾经走过的那份快乐 忙着学习 挣钱数着盼着疯狂的周末 后海工体三里腿想喝一杯可没做 西单动物园五道口买衣服的太多 打麻将打台秀 KTV来手术打歌 要不带您家那位看电影玩回浪漫 稍带手找了清静的地儿 来个烛光晚餐 实在不想动画呢 那咱就家里窝着 冲个热水澡 睡到自然行也值了 收我羊 我的地方叫北京 哭过笑 我的地方叫北京 玩过闹 我的地方叫北京 走过的路过的 这里是北京 挨过很多的地方叫北京 住过拆了的地方叫北京 吃饱了就睡的地方叫北京 这就是我的家 名字叫北京 我爷爷小的时候 常待在这里玩耍 高高的前门楼子 仿佛挨着我的家 一棚摔草 那几声曲曲叫 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 吃一串冰糖糊润 就算是过节了 他一日三餐窝头 现在就这大碗茶 几句老的歌词勾勒 出如今的变化 可北京就是北京 这里是我的家 收我羊 我的地方叫北京 哭过笑 我的地方叫北京 玩过闹 我的地方叫北京 走过的路过的 这里是北京 挨拖很多的地方叫北京 住过拆了的地方叫北京 吃饱了就睡的地方叫北京 房门楼子 是法灵 以前的穿过 也不冠